把皇帝迷晕的那天晚上 皇后生死历劫的敲响了我寝宫的大门 母后 接下来该怎么做 您没教过呀 坏了 皇后不是装二 皇后是真二 灵妖 先皇是个恋爱脑 曾为了个青龙女子想要废后 倒霉的是 我就是那个皇后 起初我没怎么挣扎 收拾包袱带着小宫女吉祥老老实实的搬进了冷宫 在我吃了半个月的冷硬窝窝头就白开水 每晚上被子里都会被扔几只死老鼠 冷宫先后起了数次火候 外面也乱成了一团糟 先皇的那位心上人接连害死了三位皇嗣 后妃们趁先皇不备杀了那女人 却惹得先皇发疯 在前朝后宫掀起了腥风血雨 迫于无奈 我从冷宫里出来 联合众大臣废了色令之婚的先皇 从宗室中过继了一个孩子继位 也就是当今的圣上 我做了太后 然而皇帝似乎不太行 她即位后 日日宠幸嫔妃也算勤勉 但后宫至今连个蛋都没有 前朝后宫议论纷纷 作为太后 照规矩 我先是传召了太医们 正面侧面旁敲侧击 威逼利诱地打听过皇帝的身体状况 但出人意料的是 所有太医们一致表示 皇帝的身体很棒 很行 生十个八个的不成什么问题 于是我承诺了 不是皇帝的问题 难道是嫔妃们的问题 于是从皇后开始 我打算一一传召过来 聊聊细节问题 但见了皇后还不带张口 皇后已哭哭啼啼道 母后 入宫到现在 我连陛下的手都没摸过 我捧着的茶碗没拿稳 跌到地上见起一地碎瓷片 满宫一时竟然无声 吉祥急忙把伺候的公伦们撵了出去 我看着皇后 好半赏 才找回自己的理质问 皇帝不是每月的初一十五 都塑在你宫里吗 是啊 可陛下每每来 都会拿上两坛子烈酒 让臣妾喝光 否则就要问罪臣妾 说吧 皇后有些不好意思的笑笑 臣妾酒量浅 半坛子酒就会醉得不省人事了 见我神情肃然 皇后小心翼翼道 母后莫闹 臣妾进来 酒量上涨 说不准 过段时日 我瞥了她一眼 有些头疼 这不是酒量的问题 这是从歌上就出问题了 于是我又找来了 昨夜事情的贵妃 贵妃顶着厚重的黑眼圈出现时 皇后满脸嫉妒地 揪着自己的小手帕 但贵妃无暇她顾 见了我身子一软 喷喷扣头 把额头都磕红了 太后娘娘 求您做主 别再让陛下翻臣妾的牌子了 臣妾实在是受不了了 零二 这还真是汗得汗死 唠得唠死 还不带放下心来 贵妃就哭道 臣妾实在是不想再熬夜 抄写佛经了 臣妾的手都要断了 眼睛都熬红了 话音刚落 店中再一次安静了 吉祥轻车熟路地 关上了寝宫的门 我和皇后 还有贵妃大眼瞪小眼 皇后有些幸灾乐祸道 母后 贵妃脸上好像长了什么东西 贵妃文言摸了摸自己的脸 发觉真的有个火哥的 心力焦脆 又急火攻心之下 竟然白眼一番晕了过去 店中又是一通兵荒马乱 我趁着这个功夫 把宫里的其他嫔妃们全找了来 互相做着一对话 才发现皇帝的鬼点子 一出接着一出 有整夜整夜在床上跳舞的 还有整夜整夜推排酒的 还有整夜整夜讲故事的 只有一个余才人面子薄 非要嘴硬说自己是受了恩宠的 我狐疑地打量了他半上 命人来给他验身 余才人这才花容失色 痛哭流涕地表示自己 也还是厨子之身 这下问题大了 妃子们面面相去 有人小声问 该不会是 陛下不行 我把太医的意案拿出来叹了口气 陛下很行 我仔细打量着皇帝的妃子们 艳兽还匪 风趣有之 妩媚有之 端庄有之 冷艳有之 按理说总有一款喜欢的呀 既然身体没问题 那该不会是 话音刚落 吉祥神情有些慌乱的禀报道 娘娘 公孙老大人进宫了 什么 零三 上一次公孙老大人进宫 是因为先皇滥杀无辜 妃子们懂事的退下 我出去看时 老大人浑身是血 颤颤巍巍的扣服在地 请我舅舅大胜江山 这老头今年八十有九 历经三朝 比我祖父还大三岁 如今风竹残年 拖着一具这样的身体来求我 我不免于心不忍 但政治是政治 人情是人情 所以我还是张口问道 老大人有话直说 南京将士滑遍 一路攻城掠地 已连破七成 我脸色微变 上前起步问 什么时候的是 半个月前 什么缘故 老大人喘着粗气 好伴上才凑出完整的句子 半年前南储进犯 大败求和 陛下召见南储使臣之后 靖童一哥让边境三成 并令百姓迁居 旨意传到南京 将士们不愤 我不能理解 并且大为震惊 为什么 公孙老大人犹豫了下 拿出了一副卷轴 娘娘请看 零四 我接过卷轴要看 公孙老大人轻壳几声提醒 娘娘 还请禀退左右 吉祥不敢远离我 未动 左右是从远远散开 我迟疑着打开画卷 画面内容相当惊艳 活色生香 令人面红耳赤 竟是一幅春宫图 别说 你还真别说 这里面两个 嗯 男人 长得还真不赖 这身材 这相貌 就是这里面的两个 都有些眼熟 尤其是下面的那个 我略略回忆了下 想到了某个人的脸 当即如遭雷击 我僵硬地转动着脖子 看向公孙老大人 老大人冲我点了点头 一把年纪的小老头 满眼轻泪 又见我看他 画里下面的那个 不正是当今的皇帝陛下 陈玉那混账小子吗 怪不得不愿宠幸后妃 竟是要为了那个男人 守身如玉 这么一想 再看上面的那个 我也觉得 越发熟悉起来 我打开卷轴 辨认了片刻 不敢置信道 男楚皇帝萧岐山 我就说他一个无权无势 被看管的死死的质子 是怎么能逃回男楚 做了皇帝的 原来是有陈玉在背后 施以援手 我其实并不在意 皇帝究竟是喜欢男人 还是女人 是喜欢在上面 还是在下面 若是寻常人家 他喜欢谁 拿些家产出去 送给新上人 我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也就罢了 可他是皇帝 他拿出去讨好新上人的是国土 这就是国事 何况边境滑边不是小事 我按了按眉心 看着老大人问 您这一身的伤势 老爷子哭得更委屈了 倔强道 老朽如何倒不妨事 只是江山微带 还请娘娘出手力挽狂澜 05 我是胎穿到这个世界的 上辈子 我是加班过老死的 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母后明白为一个人肝肠寸断的滋味吗 母后知道 我太阳学秃秃的跳 知道个屁知道 快闭嘴吧你 这甜狗恋爱脑可丑死我了 这下实锤了 我准备好的春宫图都没拿出来 但吃瓜得吃全 不然我寝食难安 这还是上辈子带来的坏习惯 于是我还是把春宫图打开给他看 为了防止他一怒之下把画撕了 我只能亲手打开 让几个人按住他看 皇帝刚开始见我逼着他看画 还不明所以 直到发现画上的人是他后 情绪变得激动起来 是他没跑了 我把画交给吉祥 吉祥又替我宝贝的收好后 我把他绑在椅子上 平退左右问 你们什么时候滚在一起的 这怎么还让人现场直播了 皇帝沉默 我换位思考了下 你想说这话是假的 这不可能 天底下能同时见到 你和萧綦山的人屈之可数 愿意出手为你们画春宫的 更是屈之可数 这人选可就难找了 首先得不怕死 其次画功还不能差 再有出身应该也不太高 毕竟体面人谁愿意干这种事啊 倒是不排除 有些爱好特殊的变态 但现在不研究变态的是 我指了指陈玉的大腿 你那个位置 有颗红色的小痣 不是亲近的人根本不知道 陈玉震怒 比看见自己的春宫图还要愤怒 07 你偷看阵 我笑了 我想知道你身上有什么特征 还需要偷看 你小子是我立的 你忘了还是怎么着 顺带提一嘴 萧綦山内浑小子腰上有块烫伤的吧 陈玉更疯了 挣扎起来 他的身体你怎么知道 你脑子里除了黄色废料 就没点别的东西了吗 他那时候被人欺负 冬天跌进火盆里 还是我给他请的太医 你说我怎么知道的 陈玉冷静下来 看着我还有些感激 原是如此 我替他谢谢母后 你算哪根葱 你替他谢谢我 我被这个便宜儿子 气得维持不了风度 要是国破家亡了 我还怎么躺平 正好包扎好了的公孙老大人 探头探脑的在外头张望 我见到他招了招手 老大人一路小跑着过来 拱了拱手问我有什么吩咐 首先 给这个混账两个大耳瓜子 小老头愣住了 啊 用力扇 听不到想伸不算 公孙老大人身子抖了抖 偏陈玉这傻子 看不清形势 色力内忍道 公孙圣 你敢 你敢冒犯天威 话音刚落 啪的一声 陈玉被打懵了 紧接着他的脸上 长起不正常的潮红 下一刻 还要张口 啪 又是一巴掌下去 皇帝彻底说不出话来了 我拍了拍他的脸 你要是早出生几年 就能看到公孙老大人 举着护板满大殿的 揍你那便宜爹了 这也是他现在年纪大了 不然顶你牙都打掉 公孙老大人打皇帝 也不是头一回了 刚才那模样 一看就是怀念家兴奋 年纪大了 又控制不住情绪 偏陈玉这二愣子 还以为他是害怕 这老头能干得出 领着一帮文臣武将 低功善位的事 足见其一身反骨 他那便宜爹 他都敢废了 还会不敢扇他两大耳瓜子 陈玉遭受如此羞辱 脸颊憋得通红 像是要昏厥过去了 我拍了拍他的小脑袋瓜 趁能休息的时候多休息 接下来你就不会那么轻松了 陈玉惊恐地看着我问 你这毒妇 你打算做什么 我挥了挥手 让吉祥把皇帝 送去了皇后宫里 先让这小子消停几天 我得暂时给他收拾烂摊子 不过想到皇后年轻 我又示意 吉祥给皇后送去了一包药粉 明明确确地告诉他 这要可以用在皇帝身上 这就算是我给了明示了 08 这么来回折腾了许久 我只微微合了合眼 就到了上朝的时候 自皇帝成年后 这朝堂上的事情 我就不怎么过问了 就拿前段时间来说 我特意在皇家北院 住了一段时间 每天吃了睡睡了吃 安逸的都不想回来 眼下 朝中的人看见我 有些年轻的 固然问了几句 皇帝怎么了 上了年纪的那些 都用袖子擦起了眼角 礼部尚书老刘大人哽咽道 娘娘可算回来了 行了行了 都一把年纪了 哭什么哭 看了一眼金鸾垫上的龙椅 我到底没坐上去 禁况以及陈玉座的混账事 原来在我离宫的这一年内 这小子上蹿下跳活泼得很 我深吸口气暗暗讹脚 那么先从最要紧的事情 开始解决 谁告诉我一下 带着国书回去的 楚国使者走到哪里了 朝堂上的班子 运行了这么多年 没出过大错 办事效率还是有的 很快有人拿来堂报 再有七日就要到边境了 兵部张守宗补充道 南楚使者打算绕到沛城 京城国回国 说吧 他叹了口气道 至于和南楚交界的洛 屈 会 陈等七成 已被南京将士们攻陷了 我追问道 南京将士们现在何处 张守宗赶忙到 以命人劝降 暂时按兵不动守在沛城 南楚那边呢 张守宗别别嘴 说好了一和再打过来 就是不要脸 不过 将士们心里有数 重兵守在边境未动 明白了 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们 看不惯皇帝在闹别扭 履清了局势后 我点点头 沛城那边先不要管 至于南楚使臣吗 飞哥也好 八百里加急也好 告诉守城的 我记得是罗家的孩子吧 告诉小罗将军 对使者一定要盛情款待 众大臣们茫然地看着我问 就这 零九 给个甜枣在背后打人闷棍 心里会好受些 我打算让人把使臣揍一顿 把国书抢回来 听完我的主意 群臣再次沉默了 抢回来 会不会有些欠考虑 打人的时候机灵点 遮着点脸 记得套麻袋 公孙老大人制止道 太后娘娘 此乃国事 绝非儿戏 治大国若烹小仙 有些看似复杂的事情 往往只需要用最简单的解决办法 眼下这件事情的重点在国书 我说得口渴 吉祥端来茶水 我抿了一口接着道 照我说的做 当年逼宫废地 我出的搜点子最多 最后兵不血刃 我鞠躬第二 无人敢去第一 因此愚微犹在 群臣对视一眼里面 十 又议了几件要紧的事 我命人抬着几大箱子 奏折回宫 翻了几页 命人连夜把内阁大臣们 全罩了进来 睡眼惺忪的大臣们入宫时 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 直到美人面前摆好了暗桌 和半人膏的几大奏折 才醒悟过来 娘娘 公孙老大人熬得满脸油光 布满褶皱的脸 都看上去年轻了不少 此举不妥 我吃了几口吉祥递过来的水果 靠在鸾脊上 抓紧时间吧 明天的奏折就要收上来了 越积越多 你还想不想回家吃饭啊 公孙老大人尚在犹豫 内阁的其他几位老大人们 已经时时务地坐下了 最后他只能妥协 请各位大人认真些 挨家会抽茶 批改得不认真的 再加赠一箱 几人战战兢兢连连说不敢 于是这一夜 我拥着宝毯睡得香甜 等第二天再睁开眼看时 几位老大人眼眶通红 个个都是饱受摧残 摇摇欲坠的模样 嘖嘖嘖 这么多有经验的老大人们 想要批完这些奏折 都得累成这个惨样 要是我自己亲自批 现在眼睛都瞎了 所以不会带队伍 就只能干到死 十一 用人不能用尽 我安排几位老大人们 去休息之后 又去上了早朝 今天要议的是事 国库的钱 被陈渝那混小子挪用了大半 甚至他还在户部 挪用了军需款 通通在暗中交给了萧綦山 户部上书抬手给我看 打满了补丁的朝服 哭得哽咽 娘娘 您都不知道 老陈这些年是怎么过的 哀家还记得 这只缺是孙大人 您当年费尽千辛万苦求来的 早些时候 守着这个肥缺 过得倒还算滋润吧 见我僵化挑明 孙老大人善善的捂着脸道 都是托娘娘的福 知道自己是托了哀家的福就好 也知道自己是想了福就好 咱们总不能 只能贡富贵不能同患难吧 文言孙大人颤颤巍巍的跪下 太后娘娘恕罪 我叹了口气把她扶起来 这么多年你管着户部 没出过大的纰漏 有功 哀家先谢过你 厨房撒扫的宫女 每日还要克扣二两白糖 你有你的不义 哀家不怪你 但孙大人 大事上你可要掂量清楚 老孙大人文言冷汗津津 看出我也知道 他藏了私房钱的事 当即不敢隐瞒 其实微臣还藏了一笔银子 打算翻过年 给太后娘娘把皇家北院修一修 皇家北院年久失修 许多电雨漏水 平素小修小补 终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的确是需要翻修了 这件事早几年就已提上日程 老孙大人攒了几年的银子 原本是不打算动的 其实老爷子有他的不义 沉运的混账挥霍无度 平平支取银子贴补萧岐山 他要把剩下的银子 惊打细算的盘活 要管着朝廷上上下下的生计 俸禄柴米心叹 一大把年纪的确是辛苦 我看了看他上报的几笔总账 边境先前那场账的军须还空缺着 有功者伤亡者的抚恤金 也还没有着落 我又看了看皇家一些产业的营收 顿了顿道 回去你个调臣 发行国债吧 老孙愣了愣问 什么是国债 正是这个债子 得还 我促没问 为什么不还 百姓仰仗朝廷庇庇护一方安定 这钱和该线上 何况我国富庶 富商众多 只需找些由头 去收一些 果然不愧是封建主义 一切财产尽是地主的 朝廷就是百姓们最大的地主 我觉得老头都这把年纪了 想要掰回来实在是不容易 索性也不再费那个事 只强硬下令 老孙大人苦着一张脸 太后娘娘固然体恤百姓 那不若另立不卖几个官 如此 银钱有了 这钱也不用还 糊涂 我心累到 卖官欲绝固然一时 可筹措大笔银两 但那些官员又岂肯吃亏 一招权柄在手 横征暴廉 岂非又让百姓身陷于水火 卖官和直接银抢的区别是 直接银抢名声不好 会败坏皇家威信 卖官则是丢了一个官 转嫁风险 让买官的这位名声不好 不过说起不用还这是 我沉音片刻厚道 卖官不可取 不过倒是可以封几个 朝廷需要银子 这些人需要地位 看老孙还是一副愁苦的模样 我拍拍他的肩膀 借回来的银子你不必忧心 我自有办法还上 给我些时间 萧綦山从我国拿走了这么多钱 总不会以为 这钱是能白得的 我还没死呢 12 钱的事 人的事 还有杂七杂八的小事 稍待已病逸了 回宫后只觉得浑身都要散架了 我懒散惯了 忽然上了强度 有些吃不消 内阁的老爷子们有了昨天的经验 今天没用特地安排 已批好了奏折 需要二次拿主意地 摆在了我的案头上 我随手抽了几本抽茶 发现老爷子们也靠谱 批得不错 没见什么纰漏 总算彻底放下心来 还以为 今天总算不用再陪在椅子上睡觉了 没成想半夜里 皇后哭天喊地地 敲响我寝宫的大门 即想把她带进来时 皇后浑身都在抖 捧着一杯热茶 好半天没喝下去一口 母后 闭下她 她已服了药 接下来该如何做 13 乍然直白地被问这种事 纠结地抠着手指 可我看陛下还有气呢 就这么料理了 不太好吧 何况料理了之后 该如何善后呢 还请母后明示 说吧 皇后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道 毕竟这种事 母后比较有经验 这话听得我汗毛直立 我扭过头问吉祥 你把毒药给皇后了 你给了皇后毒药 吉祥也慌了 连连道 奴婢按照吩咐 给的是那种药啊 我确认道 没外人 只说给的是什么药 吉祥从牙缝里 小声地挤出两个字 春药 问完后我又看向皇后 你用春药把皇帝要死了 皇后也惊呆了 几乎是和我一口同声道 那是春药 我沉默了 皇后蹭了一下站起来道 可那药是红风包着的 红色不常见 那不是怕您拿错吗 吉祥急得不行 我还能拿个寻常药包 在外写上春药两个字 交给您吗 对质过后 二人军哑然了 我按着鹅脚 可那不是春药吗 怎么会晕了呢 皇后补充道 该不会是那药出了什么问题吧 陛下蹊跷都流泻了呢 吉祥南南道 不应该呀 顿了顿 吉祥脸色一白 该不会 那药你都喂下去了 一整杯的量 能用个十七八次的量 你都喂下去了 皇后支支吾吾道 本宫还以为是 断肠散一类的毒药 怕出了什么纰漏 死得不够彻底 毕竟是军这种事 本宫也是第一次做 没什么经验 我按了按鹅脚 所以现在皇帝怎么样了 皇后连忙道 母后放心 我找了两个心腹侍卫看着 这是保管 不会透出一点风声 你把中了大量春药的皇帝 扔给了两个血气方刚的侍卫看着 皇后见我情绪略有些激动 迟疑着点了点头 是啊 我连忙起身 吩咐吉祥去给我拿衣裳 这回真是糟了 把神志不清的皇帝 扔在年轻力壮的侍卫手上 那不是 白给吗 十四 我们赶过去的时候 皇帝醒了有一会儿了 扒光了衣裳正在裸奔 两个侍卫的衣裳 也被撕得七零八落 要说皇帝平时看起来弱不禁风的 关键这种时候 还挺生猛 吉祥带着几个粗壮的心腹膜膜 端着早就准备好的冰水 猛地泼上去的时候 皇帝神情呆滞了一瞬 被简单粗暴地拿被子裹上了 皇后凑过去看时 皇帝忽然勾上了她的手指 那一瞬间 谋中深情浅犬 炽热滚烫 皇后脸颊顿时飞红 母后 皇后小心地握住了皇帝的手 那臣妾就和陛下就寝了 到此刻 看着皇后还有几分小女儿的姿态 我净生出几分不忍 今夜或许会很糟糕 或许皇帝清醒后会怨恨你 皇后 你可想清楚了 皇后神情挣扎力顺 随后也困惑到 可是母后 我是皇后啊 为皇家孕皇寺不是我的责任吗 我眼角失论了 其实皇后除了有点二以外 是个好孩子 此时 吉祥在我身边问了我一句 娘娘 接下来咱们要看着吗 我懵了 看着什么 我这都一大把年纪了 还在这里听这种事 不好吧 见我神情浮上一抹兴奋 吉祥福 难道还是回去歇着吧 这几天事情多 说罢后又到 奴婢找人看着这里 就此 我只好遗憾退场 十五 就这样 在每日的忙碌中 边境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小罗将军不负众望 八百里加急 带回了陈玉那混小子 交给南楚的国书 我看了一眼内容 顿时被弃的血压飙升 随手将国书焚毁 我取出早就准备好的诏书 传习四方 内容大概是 我国皇帝陛下为止歌息舞 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明明大胜 却主动割让城池换取和平 但难处好勇 不顾黎民百姓苦于战火 撕毁国书 破坏和谈 所行所为令人不迟 故欲发兵争讨之 与此同时 户部不眠不休的 拟好了各样调陈 我禁批了 又搜刮了国库中 为数不多的银子 先紧得南进送去 后续国债发行的银子 到时候再做分配 讨伐的诏书先制 银两后制 随后便是我一连七八道的 封赏圣旨跟着一并去了 有功者赏 伤亡者赏 此次滑遍者 恕无罪 但暗地里 还是要敲打敲打那几个领头的 否则这些将领们 以为自己占领 一不顺心 就领着士兵们功成滑遍 我的队伍还怎么待 南进事件很快平息下来 知道了朝廷的举措 和赵书中皇帝的良苦用心后 将士们痛哭流涕地回去了 士兵们大多都是普通人家出身 心里其实都是想过安稳日子的 赵书中的安居乐业四个字 深深地戳中了他们 到此 要紧的事情都处理得差不多了 给陈玉擦的屁股也差不多了 我深感疲惫 但还有件事情没做完 南处萧旗山欠的钱还没还回来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小心眼 就算借我二两银子都得写借条 就更甭说 萧旗山忽悠着陈玉那傻子 几乎搬空了我朝的国库 真是其心可诛 但我家小孩没人管 十六 圣国强盛其实不只是说说而已的 南京滑遍 兵分两路 一路戍边一路造反萧旗山 都尚且不敢轻易开战 就更不要说滑遍遗址 将士们战役汹汹了 故此 见我动了真怒 萧旗山一面派人带着重礼来求饶 一面又找出些子虚乌有的证据 要把国书遗失损毁一事 再到郑国头上 萧旗山未必不知道 国书这是有我的手笔 但他不敢得罪我 反倒是郑国弱小 多年来在我国和楚国的夹缝中生存 若国无外交 萧旗山的意思是 不如借着这次的由头 我们两国联手 瓜分郑国 楚国使者带着萧旗山的旨意求见的时候 郑国国君文夺 挣着一身素衣仪态 端方的跪坐在我殿中喝茶 不对 他已自请善位 如今自称罪人 文夺是个聪明人 在察觉国书遗失在边境时 就忧心楚国发难 故此先一步善位 只身赶来圣国和谈 见识者凭着三寸不烂之舌 妄图说动我 文夺低头把手掩进袖子里 手臂有些抖 等那位使者出去 我横了他一眼 别犯糊涂 想着拿你那根藏起来的木钗行刺 我指了指身旁伺候的吉祥道 别看我家吉祥是个姑娘家 但她很强 见我指着她 文夺的视线也逐渐移到了她的脸上 吉祥想了想 凶巴巴的呲了呲哑 文夺款款把木钗拿出来 摆在桌面上 罢了 什么都瞒不过太后娘娘 顿了顿 文夺与生有些难过 不知娘娘打算何时出兵 可否云我归国 死在故土上 爱家不喜欢不义之战 我端着茶盏 舒服的溃叹一声 但作为太后 爱家需得考虑圣国的利益 文夺是个聪明人 急忙问 娘娘有何吩咐 但请直言相告 你回去准备准备 我要你国库的一半 你若交付 圣国可保郑国二十年太平 十七 国库的一半 太后娘娘可知郑国附属 文夺经得几乎要站起 我当然知道郑国附属 郑国的经言和医术 闻名天下 但可惜没有强有力的武力 时常被楚国前往边境劫掠 这是不急 你可以回去慢慢考虑 文夺却陷入两难 楚国使臣就在圣国 他担心他一走 我就转变心思和楚国结盟 到时候就不是一般 而是全部都保不住了 太后娘娘此举 未免有趁火打劫之险 娘娘竟想兵不学任 就拿下我国库的一半 太贪了吧 难道不义之战不可战 不义之财却可取 我把茶盏放下 轻轻敲了敲桌子 不要混淆概念 挨家要的这钱 是辛苦费 是保护你郑国此后二十年 不受圣国和楚国的侵扰 往后二十年 劳心费心 只是要一半 很良心了 文夺气得脸色发青 起身要走 但走到门边 又气鼓鼓地回来 签吧 娘娘总得给我个凭证吧 吉祥取出早就准备好的国书 上面已盖好国喜和我的印 为了防伪 我还画了花牙签子 文夺看到吉祥 把东西捧出来的时候 脸色更差了 似乎为自己被我吃得透透的 而感到羞辱 挨家靠人品走天下 和我做交易不亏的 我说话算数 说照着你就肯定会照着你 我又不是肖家那帮子 得拢望鼠的小人 掏钱出来的时候 是有些痛苦的 但长远记 你要多想想往后的安稳日子 说吧 我擦了擦眼角道 要不是家里穷 谁愿意好好地 给人家当保镖打手啊 这还不是没办法吗 艾家要是你 巴不得花钱免灾 这么一说 文夺心里舒服了不少 但盖下国喜的时候 面部表情还是异常肉痛 在他盖好国喜后 我眯着眼睛道 贵国形势也是不拘一格呀 你这都自请善位了 还拿着国喜呢 文夺不说话 默默地收好自己的那一份国书 就要出门时 我偏偏嘴见到 听说你孤身前来 是打算自建整席 来给艾家做男宠的 就这么揍啊 不打算努努力色诱一下艾家 倒不起艾家能少要些银子 文夺的脚步顿住 转过身看向我 那神情似乎是在思考 这件事情的可行性 许久后 文夺耳尖染上飞红 娘娘说的 可当真吗 我脱腮看着她笑道 当然是假的 我一看就是那种 提起裤子就不认账的坏女人啊 这种事情的承诺 是当不得真的 18 文夺怒气冲冲摔门而去 我坐在椅子上 笑得前仰后合 直到吉祥拿着帕子 过来给我擦脸 擦擦吧 眼泪都流出来了 我收了声 用帕子蒙上了脸 吉祥守在我身边 好伴上小声问我 娘娘喜欢她 这世上的美男子 有几个是你家娘娘 我不喜欢的 我闭着眼 百无聊赖地 扒拉着手边的茶盏 一转眼 我都是要笨40的人了 想当初年轻时 也曾揍马江湖 和一帮游侠 结伴半夜 摸进郑国皇宫的屋顶 去偷看门夺 一转眼 我嫁了人 成了太后 吉祥仿佛磕到了 自己喜欢的瓜 兴奋道 娘娘 听闻她后宫空虚 一个妃子都没有呢 她会不会也喜欢你呀 吉祥啊 我摸着她的小脑袋瓜 忧郁道 这天下可托付式 又岂止情诗 吉祥早已习惯了 我时不时的抽风文艺 捧场地问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哀家很忙 没功夫出对象 我拿下帕子 再度精神抖擞 你不知道一句话吗 与天斗其乐无穷 与地斗其乐无穷 与人斗其乐无穷 事情还没完 萧綦山接下来要坐不住了 十九 文夺回去之后 当即就将两国国书昭告天下 并公开对楚国宣战 表示楚国无德无良 欺人太甚 我随后复合 表示将联合出兵 是要给楚国一点颜色看看 萧綦山不得已 只好亲自出使 见到我那日 萧綦山眼眶通红 当即行三拜九寇大礼 太后娘娘 这一贯敬重您 当您是亲母后 一口一个亲母后 一坑一个小目标 我心梗都要犯了 萧綦山 没良心的我见多了 你也算是拔尖了 我自问 没什么对不住你的吧 你那宠妃母亲死后 为了保命避祸 你自请做质子来圣国 我连你年幼 处处照抚于你 入冷宫时 为你安排后路 宫便时 也把你带在身边 可你是怎么回报我的 萧綦山梗了一梗 母后 朕 不是 我 我有难处 陈玉是生来就喜欢男人的 他小时候 不是撵着小姑娘跑的吗 我挑眉问他 见萧綦山羞愤的低下头去 吉祥在一旁嘀嘀咕咕道 又来了又来了 您这拿手的洗脑话术 这小丫头懂什么 这是策略 眼见火候差不多了 我沉音片刻后道 哀家知道你的来意 哀家如今年纪大了 也不愿大动干戈 萧綦山脸上露出几分喜色 但陈玉给你的银子 一笔一笔 你须得连本带利的还回来 你当初为之 圣国毕竟养了你这么多年 那笔银子也要算在里头 还有陈玉 那小子也不能让你白白糟蹋了 通通都要给哀家折算成银子 他不是不知道 我才在郑国那狮子大张口 要了好大一笔银子 但他刚刚即位 楚国也实在不如郑国附属 故此为难道 只怕我拿不出那么多 先拿出一部分 后续的连年还清 不过 后续还清的这笔银子 哀家会和你算上利息的 萧綦山还想再说些什么 只见我神情舒缘一遍 萧綦山啊 就凭你掰弯了我那便宜儿子这一点 你怎么还好意思和我讨价还价 绝杀 二十 陈玉失恋了 探子回禀说 萧綦山已经和陈玉说明白了 其实 萧綦山并不喜欢男人 捅他也不过是做戏罢了 那天的雨下得很大 陈玉站在雨里哭得很伤心 但也在同一天 护银收到了郑国送来的第一批保护费 老孙大人数钱数的老泪纵横 吉祥笑着道 老孙大人直说 要给您供奉长生牌位呢 这才多久啊 见点的国库就又填满了不说 后续还有大笔的银子带进账呢 我安心的吸了吸鼻子 最近太累了 我都累病了 不想动脑子 想睡觉 当务之急解决得差不多了 后续只要再给陈玉做做思想工作就好了 很快就能继续躺平了 很快 没想到这一觉睡得格外沉 二十一 我醒来时 不知道为什么水也没在 我知道吉祥不会走远 翻了个身打算再睡一会儿 但还不带在睡下 我猛然察觉到不对 谁在那儿 黑暗中 陈玉阴沉着脸色走了出来 母后 如你所愿了 阿乐走了 再也不会见我了 这下你满意了吧 阿乐 我迟钝的脑子转动了下 才想起 这是萧綦山的小字 故此点点头道 他毕竟是一国之君 总要回去处理政务 他可没有陈玉这享福的命 他不看着 有的是人想要顶替他的位置做皇帝 哪像陈玉这混账 撂挑子这么久 还有我给擦屁股 累死老娘了 陈玉满身颓丧 步步靠近我 仿佛一语般喃喃 朕这一声 就像一个玩偶 一个笑话 他手中握着的匕首 泛起凛冽寒光 我心口猛的一跳 你想杀我 22 陈玉四哭四笑 都是你 若不是你 朕也不会陷入 如此可笑的局面里 都是你 这小子疯了 我想要挣扎 陈玉却冷笑出声 母后你英明一世啊 竟也没察觉到 我在你的饮食中下了毒 哈哈哈哈 眼下 眼下你动不了 也反抗不了 母后 朕不想活了 咱们一起死吧 你不想活了 我还想吧 我这么拼命地处理 这些破事 是为了啥呀 吉祥啊 来人啊 麻蛋 救命啊 眼看着陈玉步步紧逼 我任命地闭上眼 这真是一枪真心为了狗 往后史书上 会怎么写我 聪明一世 被白眼狼 便宜儿子杀死在床上 我还没洗脸化妆 梳头换衣服啊 到时候 群臣来瞻仰我的衣容 我的仪式英明啊 还有我床下的暗格里 还珍藏着我收集的 古本春宫小册子 有几本还没抽时间看完 万一被什么 无关紧要的人发现了 我的仪式英明啊 吉祥和皇后都有点二 他们能明白 要把这玩意儿烧了吗 该不会当成 什么遗物陪葬了吧 那万一后市有人挖出来 啊 我的仪式英明啊 越想越惊恐 我不能死 最起码不能就这么死 我正打算奋力反击 门外忽然有个什么东西 破窗砸了进来 正中陈玉的后脑勺 定睛一看 居然是胯巴掌大小的白色石头 皇后紧跟着 把她撞倒 匕首脱手 掉落在一旁 皇后挥起拳头 无招数的疯狂砸向她 我看你鬼鬼祟祟的出门 就知道你没憋好屁 你怎么敢杀太后娘娘 你怎么敢的呀 她这段时间 为你做了多少事情 你不知道吗 啊 你不知道吗 皇后气疯了 一拳比一拳重 皇帝没过一会儿 就被打得口鼻一血 昏厥过去 皇后边打边哭 你怎么是个这样的人 你怎么是个这样的人啊 陈玉 我彻底撑不住了 也昏睡过去 在醒来的时候 床边围满了 年轻漂亮有活力的小姑娘们 叽叽喳喳的 抹着眼泪喊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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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阵仗和葫芦娃喊爷爷似的 喊得我头好痛 不过 到底是活下来了呀 真好啊 23 陈玉是彻底废了 好在皇后说 她已怀有身孕 咱们不用靠她了 母后 咱们有孩子了 我摸着皇后的小脑袋瓜 十分欣慰 陈玉的烂摊子都收拾好了 皇后也有了孩子 很快就能摆烂了 真好 后宫的女人们 眼见着皇后的肚子 一天天地大起来 都很羡慕 也想生个孩子 将来和自己作罢 故此排队到吉祥那里取药 有了皇后的教训之后 吉祥专门把用法 和计量叮嘱清楚 才肯给出 看着日渐销售的陈玉 吉祥忍不住叹气道 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她也曾问过我 为什么非她不可呢 费了她 再立一位皇帝不行吗 不太行 我坐着摇椅晒太阳 每一次地位的更迭 都要面临看得见的 看不见的血腥清洗 就拿陈玉上位来说 朝中也曾变动过的 更何况 现在的朝堂班子 都是围绕着陈玉搭建起来的 那时候都是为了 她的地位稳固 如果想要撤换 就需要面临新一轮的清洗 封建社会的权力交替 是相当复杂又繁琐的事情 就算是已经经历过一次的 我也是不想再经历第二回了 更何况 换皇帝又不是换衣服 如果地位更迭太过频繁 会给后世造成不好的影响 会让后世以此为参照 认为这件事情很随便 万一将来 一个不高兴就要换个皇帝 那国家将会随时陷入动荡之中 我不能那么做 24 再后来 皇后生出了一位小皇子 我又开始带孙子 渐渐的 皇后可以上手了 我终于才过上了白烂的生活 皇家北院很破旧了 这么多年虽然有银子 但一直也没有彻底翻修 于是在某一天 先皇忙碌过后 终于想起带着人过来的时候 看到的 就是我坐在铺的软软厚厚的摇椅上 沉沉睡去的场景 这一睡 我再也没有醒来 迷流之际隐约听见吉祥在哭 再和新皇交代我的话 太后娘娘说 她的身后事不必太铺张 她活着的时候 已经享受到了很安逸的生活 死后如何 她并不在意 这小丫头不错 我的话 一个字也没记错 只可惜难时 我已看不见周遭了 也就没看见 小皇帝看着我破旧的北院 落下的那一滴泪 嘿 其实这小子啊 比他爹有良心 等等 年纪大了 记性不太好 我死前到底主媒主妇吉祥 把我珍藏的冲冲冲都烧了 啊 我的仪式英明啊 晚安